上周末一哥们儿来帮我搬家 特地找他的朋友 借了一辆SUV过来 说是担心我心里太多 已经做好了多跑几趟的准备 没想到等我一切收拾妥当以后 后备箱都还没有装满 他不禁嘲笑我 来北京三年 原来只有这么点家当 我没有接他的话长 三年了 我终于可以逃离八个人 共用一个洗手间的生活 却再也没有办法 带走对于我来说 最丰盛的行李 路上音箱里传出薛志谦的声音 我的心随着一紧 2015年我们大学毕业 沉寂了很多年的薛志谦 凭借一首演员 重新杀回了娱乐圈 我们坐在北京的出租车上 跟着司机师傅的音响一起唱着 其实感情最怕的 就是拖着 彼时我们都还是意气风发 愁愁满志的少男少女 还没有吃到北漂的苦 我爱你和你爱我 也只关乎 我们自己的情绪 我们都是好面子的人 想着毕业了 就不能再用家里的钱了 中介问我们 想租个什么样的房子 你说你想要个 有阳台的 亚一复三 主卧带阳台 两千五 你们是学生 中介费打八折 她的话音刚落 我就意识到 你握着我的手 出了一手心的汗 我们对视了一眼以后 你开口说 北方那么干 不用朝阳 也不会有朝湿的 那没有阳台的呢 是不是便宜点 最后我们用 两千两百块 在东四环 租了一间不到 十平的房子 要与其他三户人 共用一个卫生间 和厨房 屋子实在是太小了 口音效果也很差 晚上睡觉的时候 经常会有一些 莫名其妙的声音传来 每当这个时候 你都要 再往我怀里躲一下 紧紧地抱着我说 等我们赚钱了就好了 北京最让人讨厌的时间 一定是早晨 我们每天早上 都要排队用洗手间 来不及吃早饭 就要赶着去骑地铁 你个子不高 而且偏瘦 你上了地铁以后 我必须要把你整个人 抱在怀里 才能让你 不被人群挤走 我经常加班 回到家里的时候 你不知道什么时候 去的菜市场 拿着你妈 给你整理的菜谱 有模有样地 给我做了西红柿鸡蛋面 我坐在床上 边吃面 还要边回老板的信息 每当这个时候 你都要咬牙切齿地诅咒 我们公司 赶紧倒闭 也不知你 是不是有什么特异功能 在我来北京的第四个月 我老板跟女会计 一起拿了公司的钱跑了 被动失业的我 在北京凌晨三点的街头上 学会了抽烟 现在想来 我当初的样子真是狼狈 你给我打了很多个电话 我都不敢接 我不敢回家 不敢告诉你这一切 然而逃避是这个世界上 最无用的事情 当我带着满身的烟味 打开房间门 看到你红着眼眶 坐在床头 心里一片熬悔 在那个房子里住满一年后 邻居开始陆续搬走 中介打电话过来 问我们是否许约 不过是一年的时间 房租又涨了五百块 因为搬到另一个地方 需要再付一次中介费 为了省那两千块钱 我们俩 决定继续住下去 换了一批人 共用卫生间和厨房 不见得我们的生活 就又变得更好 这一次失业的换成了你 因为新来的实习生 是关系户 他马虎弄丢了一个案子 背过的人变成了你 你哭着回来抱着我说 我们回家吧 回家 多么好听的两个字 可比如说我的工作 刚刚有了起次 我有信心 很快我们就可以搬到 一个有阳台的房子里去了 但你说你受够了北京 现在就要走 我的电话和微信 都被你送进了黑名单 你像失踪了一样 与我 再无任何联系 你不在了 那个房子 变成了 我用来睡觉的地方 大多数的时间 我都在公司待着 也是你走了以后 原来这十平米的地方 也能这么空旷 以前我睡觉转个身 多怕压到你的头发 现在转个身 只能面对一堵墙 北京 我从来没有这么讨厌过一座城市 你离开的第三百六十五天 我升职了 月薪翻了一杯 很多人来对我说恭喜 我却心不在焉的一个人 把他楼下抽烟 如果这个时候你在 你应该会为我高兴吧 或许你还会为我 煮一碗西红柿鸡蛋面 轻煮一下 可是没有这个如果 本家是我最近才有的想法 工资发展得不错 要换到一个新的本工楼 原来我住的地方太远了 所以想租个近的 当初租房给我们的中介 去年就回老家结婚了 听说我要搬家 给我推荐了他的前同事 问我有什么要求 我说要个有阳台的吧 他听了以后说 你对你女朋友可真好 他不知道 我们早就分开了 新住处最让我喜欢的地方是阳台 每当阳光晒进来的时候 我心底总有一种说不出来的满足 想了很久 这种满足感到底是什么 终于在午夜梦回 我在一次梦到的时候 有了答案 梦里你穿着我的衬衫 站在阳台上晾衣服 一家没够 你转过头来 让我从衣柜里 再去量之过来 你的笑容那么真切 我忍不住想要伸手 从你的身后 抱住你 没想到最后抱到的 只是空气 醒来后 我按亮了 放在枕边的手机屏幕 2018年6月15号 3点24分 距离你离开我 已经正好 500天 这不是我第一次梦到你 这是我第一次 那么想念你 我也是刚刚知道 那天听到的 薛之谦刚出的新歌 讲那时你离开了 北京的生活 你离开北京的500天 我对你的亏欠 只能在梦里弥补了 是真的对不起 在一起的时候 只让你跟着我吃苦 却没能让你相复 我一定让你很失望吧 所以你才会 倒也不会地就离开 你走的时候 什么都没有给我留下 只有一个煮面的小锅还在 我看似好像已经 习惯了你离开的生活 却总是用你 搅和的步骤 煮西红柿鸡蛋面 可是怎么煮 都煮不出你做的味道 我原本以为我是没有做饭的天赋 现在终于明白了 不过是一碗灭 不过是一碗灭 而已 需要什么天赋 我想要不过是你 能在我身边而已 我知道你不会再回来了 我也已经慢慢接受了 你离开以后的生活 走你以后 我会一个人好好过 愿你 过得比我好啊 试着流转灯 假装陪伴失眠的我 窗口就有等待的效果 已经习惯摆放好两人分的存储 这样看上去就不寂寞 那是你离开了北京的生活 街上的人偶尔会模仿你 小动作 情感一句就能将我轻薄 那些承诺提起人是你 还是我 那是你离开了北京的生活 我以为我爱了 就会留下些什么 纪念那些曲折 我们快乐的争吵的不舍的 纷纷呵呵 我还是趁着 不说我应该平静的 面对你离开了北京的生活 是否有人在对街灰探我的生活 是否有人在对街灰探我的生活 独自我别过的不快乐 一晃而过 看不清的是你 还是我 那是你离开了北京的生活 我以为我疯了 我以为我疯了 你再提醒我 什么 别再故意焦热 那些爱过的美好的快乐的不是施舍 我还是撑着 不说我 不说我可以平静的 接受你离开了北京的生活 不说我 我还是撑着 不说我 不说我 只能平静的 我以为是规则 失去最爱的一个 才能记忆深刻 那些幼稚的轻狂的勇敢的从此守着 我还在羡慕什么 只想哭的内阁 你却无比希望它跑出另一个 那是你离开了北京的生活